武漢肺炎疫情繼續蔓延之際 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卻宣稱 要對市民進行感恩教育 感恩共產黨 這對於早已洶湧沸騰的民怨來說 無異於是火上澆油 眾怒之下 當局緊急刪除相關報導 外界評論 這一事件表明 老百姓已經大面積的覺醒 不再受中共的愚弄 武漢官媒《長江日報》7號報導 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在新冠肺炎疫情調度會上宣稱 計畫在全市開展感恩教育活動 要市民感恩總書記 感恩共產黨 聽黨話 跟黨走 王忠林的這一番話 立即招來罵聲一片 引爆眾怒 網民批評 疫情沒有結束 冤情沒有昭雪 責任沒有查清 現在就跳出來要開展感恩教育 為自己升官發財 撈政治資本 那些因為疫情走了的人 做鬼都不會放過你 明明被官方喊得滿地雞毛壓解 反要感恩中共黨和政府 也有網民嘲諷 不是這個人太無恥 而是作為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必備的素質 通過王忠林 武漢書記能看到中共的幹部 他們到底在做什麼 他們不會做事 不會幹正經事 他們也不敢做事 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阿諭奉承 每一個中共的官員都是像王忠林一樣 他們眼裡沒有人民 人民的生命如草芥 大陸媒體人楚昭新發文表示 武漢人目前大難未消 還在繼續面臨病毒的威脅 仍然活在恐懼之中 驚魂未定 稍有良心 此時都不會要求驚魂未定的武漢人感恩 武漢作家方方在《封城日記》裡寫道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它的存在是為人民服務的 政府公務員是人民的公僕 而不是相反 他直言 站出來的感恩者應該是政府 政府首先要向死者家屬感恩 要向醫護人員感恩 要向普通勞動者感恩 要向900萬困手在家 足不出戶的武漢人民感恩 政府 請你們收起傲慢 謙卑地向你們的主人 以百萬而寄的武漢人民感恩 中共政權本質上是個流氓 是個無賴 王忠林上臺 他在前臺說出這句話來 這並不是說他個人的問題 這是中共流氓本質的大暴露 換個官員 也可能會說出類似的話出來 中國問題研究學者薛馳認為 這次武漢肺炎可以確定的說是人禍 老百姓已經大面積覺醒 中共的統治岌岌可危 現在死者屍古未寒 很多人還在病重之中 人們的憤怒在燃燒 官員卻說出要老百姓感謝中共的話來 當然 這對民眾的刺激很大 在千夫所指之下 中共國新辦當天下令 從源頭撤掉稿件 其他媒體一律不得再跟進報導評論 武漢當局發起的感恩鬧劇黯然收場 外界質疑 武漢當局試圖進行所謂感恩教育 除了向中共和中共高層表示效忠之外 很可能也是對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 視察武漢遭嗆事件的回應 對民怨的打壓 5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孫春蘭到武漢市青山區 江漢區等地視察 幫忠林隨行 被困在家中40多天的業主們對孫春蘭等官員怒喊 假的 假的 都是假的 老百姓吃的都是高價菜 形式主義等 揭露中共官員作假